央行跟着美国联准会的脚步 可为将近11年来宣布要升息一马 对国内消费市场来说也造成了冲击 而对着非千万房贷的族群来说 平均每个月得多缴上千元 那么一年算下来要多付将近2万 以总利息来看 贷款30年必须要多缴43万元的利息 央行表示升息主要的目的 是要抑制通货膨胀 而学者分析 房贷压力排挤了其他需求 物价预期会下降 但是消费降低的情况之下 势必也会牺牲部分的经济发展 央行周三宣布升息一马 利率调升0.25个百分点 是近11年来首度升息 目标在抑制通货膨胀 尽量要维持减少通膨 让民众生活少压力 减轻通膨压力 但房贷族恐怕笑不出来 因为要缴的钱更多了 举例贷款1000万 利率从1.5%变成1.75% 本息均摊来算 贷款20年每个月要缴本利盒 增加1158元 总利息增加27万 若是贷款30年 本利盒每个月多出1212元 总利息算下来 整整多出43万 从自身做起当然是省值检用 那第二个是你要去试算 这个本金贪还还是本息贪还 哪一个方案比较适合自己 那第三个是你把房贷的年限延长 那第四个就是你可以善用宽限期 只缴利息不缴本金 面对升息自身房仲给建议 让房贷族多少能减轻压力 而央行出招打通膨 学者分析虽然有效 但对消费市场影响也不小 当然对通膨还是会产生 一定的抑制的效果 如果供给不变 但是需求下降 那当然价格就会被压下来 相对的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要牺牲部分的经济成长 美国联准会下盟药 表态还有六码升息空间 台湾央行是否继续跟进 升息跟台湾物价走势和投资动能 牵一法而动全身 记者令晨杰 萧瑞生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